Hello,大家好,我是San 歡迎來到好好吃飯的第二集 今天就跟大家去吃一個全珠海最正宗的潮傘美食 我一會兒會去中山那邊玩 因為我們打算走之前再試一次這個潮傘毒藥 有一個東西叫食在廣州,味在潮傘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粵菜分為三種菜系 分為港府菜、客家菜和潮州菜 潮州菜是追求極致的鮮味 時尖上中國的導演陳曉卿說過一句話 沒去過山頭的人是不可以叫做美食家 什麼叫食在廣州,味在潮傘 就是這樣 潮傘菜又叫做潮州菜 潮州人吃海鮮有一部說法 就是一鮮二肥三當時 大明定的潮傘毒藥,你猜牛的嗎 當然還有潮傘牛肉火鍋 潮傘滷水也是特色之一 如果說潮傘菜的話我可以說一整集 不過我的肚子已經等不及了 我們現在就立即出發去吃我們的潮傘美食 我們現在就來到 它的店名叫做潮傘加香菜 位置就在下灣這一邊 如果大家想來的話就直接跟司機說 去潮傘加香菜就可以了 之前我來吃過一次 第一次是朋友介紹來的 沒有訂位就直接過來 來到直接排隊就排了一整個小時 所以這次我來之前就打個電話來這裡訂位 誰知打到來的潮傘部就跟我說 這裡是只接受walk in 可想而知這裡是完全不擔心沒有人過來的 進來大家可以看到 一般裝修而已 這裡是絕對不是食環境的 食的是味道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一些滷水 還有一些菜和小食 小食我們就一般的 就叫了滷水拼盤 然後旁邊這一邊就有一些海鮮 海鮮是時價來的 都是即叫即煮的 今餐大家預算是通風餐來的 如果是跟女朋友去吃的話 最好就去旁邊那裡開定房間 大家去吃一間潮傘菜 想知道它有沒有考牌的話 試試它的生煙蟹就知道了 它的色澤和香味是誇張得 你只看著它就知道它好吃 你看看蟹黃 蟹黃是爆出來的 爽滑程度跟它吃熟的蟹 是完全不能揮的 入口即化 蟹肉是接觸到舌頭的時候 鮮味是瞬間在口裡爆開 你吃到的基本上只有一個鮮字 這個不是一道菜 是一道毒藥 下一個就是生煙絲鵪 這道菜真的只可以用上肚來形容 所以我吃的時候忘了綠營 我們先用一張上肚來頂著 絲鵪的肉不是很厚的 但是有咀嚼的 味道是偏重的 再加上少少的酒味 這個我真的只可以用上肚來形容 我吃完之後都不知道怎樣去介紹這道菜 我只知道我一個摺一個完全停不住 生煙我們就叫了三樣東西 絲鵪 蟹 蟹 蝦 最後我們試一試蝦 蝦的味道吃下去的質感很綿 跟甜蝦刺身的質感很像 但這道菜和醬汁混在一起 衍生出了一種獨特的味道 吃下去是非常野味 這道菜我們翻兜了一次 然後我們試一試滷水拼盤 大家看看它的油缸 這塊鵝肉略大鹹香 吃下去的肥瘦比例是剛剛好 我們再試一下豬腸 豬腸的味道都合格 吃下去肥而不利 最後我們試一試炒飯 炒飯我個人覺得一般 我每個人的口味有所不同 我其他兩位朋友就覺得非常好吃 吃完之後他們自己有多點一盒 兩個人分了 然後我們試一試枝竹 枝竹和冬菇都煮得很軟 入味 嫩滑 再看看是苦瓜煲 苦瓜煲煮得很軟 味道我就覺得很不舒服 最後很可惜我們遲去沒有點到凍蟹 吃到凍蟹是唯一的遺憾 潮山美食怎可以沒有凍蟹呢 當然我價格方面是略高的 但我覺得潮山美食凍蟹是一定要試的 這頓飯是我在珠海吃過這麼多潮州菜以來 質素最好的一頓 當然每個人的口味都不一樣 生煙淚可能和有些人是接受不到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什麼叫潮山毒藥的話 可以過去試一試吧 各位我是Sam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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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